大家对于战斗机飞行员的印象 都是翱翔天际的捍卫战士 但您知道他们日常生活的训练状况吗 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带您一探究竟 另外我们还要带您去体验 造价上亿元的幻象2000模拟器 虽然呢 这像是一个大型的电动 但是一不小心 还是会坠机 平常我们看到飞行员都是穿着很帅气的飞行装 要嘛就是在空中翱翔 不过你体验过他们一整天的日常生活吗 今天中间新闻带您到的就是新竹空军基地 499连队 没错 就是飞幻象2000的这个队伍 要带您看看这飞观一整天 到底都在做些什么 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钟 应该要起床了 走 带您独家之机 找到了 就是他 就是他今天要带我们体验一整天的 这个飞观的日常生活 先突袭检查看他有没有赖床 教官起床了吗 教官早 你好你好你好 走 教官早 教官没有赖床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不知道你们要赖床 我们可以方便进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是 飞观的寝室哦 没有人看过 八平空间 一床一桌一橱是每一趟天际线边 完美挑战自我的起点 所以我们是要先换上这套 大家非常熟悉 橘色的这个飞行服吗 没有我们今天的话 基本上我们吃早餐的话 基本上只穿绿色 先穿绿色就对了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教官已经着装完毕了 那因为这个橘色飞行服不是大家都可以穿啦 所以我就稍微比一下过个肝影就好了 来挂回去 不要弄揍不要弄揍啦 好 教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是要准备出任务了吗 没有没有 在出任务之前 一定要先吃早餐 这个 当完兵知道退伍之后再也没碰过这样的腿餐盘 军队才看得到 军队才看得到 没错 好怀念 其实还好 哎呦 吃这么好 这个是 豆干 吃早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禁忌 说什么东西不能吃 或者要少吃一点 呃 基本上的话 早餐要多吃 因为避免造成在飞行中的过程中造成低血糖 但是在豆类部分的话要少吃一点 豆类 对 为什么为什么豆类要少吃 因为豆类吃得多的话会容易脏气 飞观老翔虽然不靠翅膀 但要抵抗强大拘力 血糖太低 正会咬病 战后任务提示简报 紧接着 台湾TopGun Shot Time 我们做7365检查是防止它机外有外污 所以说你刚刚那个做的检查都已经做完了嘛 对 像我们等一下 刚刚做7365检查 现在我们做7365检查 先找完以后 一共场 我们开完车以后它还会再做1365检查 这些地方 接下来交给你 水习冠 谢谢 你該不會我穿了飛行服 拿著飛鏡頭盔 就真的要去飛幻象2000了吧 賣光啊 怎麼可能 我們這種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 頂多是玩玩這一台模擬機 不過據說 它飛起來跟真的幻象2000 1比1 幻象2000模擬飛行器 最大的好處是 技術不好 不用賠錢 也不會丟了小蜜 你對到草皮了 跳傘 Mancho要是那麼簡單 飛官靠傻吃飯 多練習幾次 教官說不錯 你很有天分 提升挑戰層級 我要進這顆大球模擬器 360度體驗墜機 而不是戰績的快感 正前帽已經在飛鏡 有 有了 試著出現了嗎 有 打嗎 你先打嗎 打到嗎 打到 打到 打到對不對 對 可以回家了 打到 模擬器幾乎百分百 呈現幻象駕駛湯 真實樣貌 一堆意表數字 眼睛還在花 手中操縱感 還得精準 打捏高度 速度 腳 飛戰機 萬事結尾最難 教官接手 其實是因為我已經 摔了三次 所以嘛 我是記者 卡式悲觀